词曲 李宗盛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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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嘿 yo 大家好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我的MyUrishal channel so呢 又有问题啦 2023年的我很黑 所以我又中scan了 这次的scan是credit card scam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我的mailing to you的这个credit card的web page 我的credit card limit是5000 我很少会用 很多钱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呢 在5月23号的时候我打这游戏 那一天我突然间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 我的脑袋叫我去检查我的mailing 那你知道真的成真了 我的mailing在5月23号的时候 扣了很多钱 扣了4411块22块 我真的是直接跳起来 所以 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月后了 然后 我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拍这个 video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帮助你们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人 然后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要紧张看我的video 所以我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给你们讲 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OK OK 所以第一个步骤 就是 打电话给 Mailbank的customer service 所以 Mailbank的customer service呢 它会告诉你怎样去做 接下来的步骤 你要听清楚 然后也要给他知道你的情况 所以我给他知道我的情况之后 他跟我说 叫我立刻 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换的话 你就要补多一个50块 我说可以 我就给他一个50块 他说 很好 可以 go card呢 就要等7天 MS card要等8天 然后他会发到去任何一个branch 你自己去那边拿 或者他也可以送到去你家里 第2个步骤 他会叫你 导入 Mailbank dispute form 所以你们上网 就可以打出来了 Mailbank dispute form 所以当你导入了这个 Mailbank dispute form之后 记得 填好了问题 然后你 Email到这个 Dispute management里面 一直追他 他会一直跟你讲65天 65天 65天 不要紧 一直 Span他罢了 过后 他就会到一个时间 他就会 send你一个 message 跟你讲 你的钱 已经成功 refund给你了 OK So 我的新的 credit card 终于到了 And 这一次 我也打了名字 放了我自己YouTube的名字 我现在还知道 Union credit card是可以放自己喜欢的名字 很不错很不错 很喜欢 你们申请credit card也可以试试看 这些视频 到这里 大家可以说